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 众多加盟国的纷纷独立 然而由于一些落后的加盟共和国 基本上全靠中央财政的辅助过活 所以红色政权的崩塌 也使得他们只能开始自力更生 独立发展 塔吉克斯坦就是其中最不愿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 塔吉克斯坦九成以上的国土 都是高原山地 不适合人类居住 交通闭塞也限制了发展 因此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结构较为单一 工业化水平十分低 前苏联时期 穷困潦倒的塔吉克斯坦 几乎全靠苏联中央财政补贴 国民生活因此勉强保持在小康水平 解体前夕 塔吉克斯坦的人均GDP 还算是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解体后 塔吉克斯坦失去了外部书写 经济状况和公民生活水平都转直下 各种宗教社会和民族矛盾一起爆发 1992年 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 而且持续了五年之久 随后的和平谈判也僵持了三年 这期间无数人死亡和流失理所 造成了高达7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这场内战直接使得塔吉克斯坦的经济 倒退50多年 GDP总量还不如50年代的非洲国家 内战结束后 中国雪中送炭 帮助塔吉克斯坦完成战后重建 使之摆脱了经济的大泥潭 国民经济得以振作和发展 并逐步走上富强的道路 2008年 金融危机我国也慷慨援助了10亿美元 帮助其顺利走出困境 以上往来 塔吉克斯坦总统因此决定 与中国旧边界问题签署协定 并于2011年 正式将实际控制的边境 1158并方公里 如约归还中国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